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礼拜想到两个笑话 现在讲发明有点尴尬 因为我上礼拜 大概在上礼拜五就想到这个笑话 因为遛狗的时候发现 发现一件事情 结果就讲出来 讲出来结果有人修过我去年的课 他就跟我说老师去年有同学 已经讲过这个笑话 在写的那个什么12个笑话里面 但是我觉得是我发明的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就稍微把这个表现的方式 再改一下这样 好有两个 第一个比较冷 先讲第一个好了 各位知道台风跟飓风有什么差别吗 台风跟Hurricane有什么差别 因为台风比较抬吗 还真的有人笑 太好谢谢你捧场 我刚一直怀疑这个笑话不要讲 因为我刚刚实验的助教一下 他说老师这笑话好冷 我都拿很多人做实验 谢谢你 你这个人太捧场了 好那第二个笑话是 为什么不要跟机车打招呼 你知道吗 你跟机车打招呼 他会打你这样 对 你就说你好机车 然后机车就打你这样 欸我觉得这比较好笑呢 好这就是被认为说 同学上上学期已经讲过的笑话 因为我那天去遛狗 那我们家附近的巷子里面 都停了一排机车 然后那机车那个后车轮 不都有一个牌子吗 会写那机车行的名字吗 结果就看到一个机车 真的写你好机车这样 然后今天中午吃饭 跟人家说不稀奇啊 还有非常机车行啊什么 反正能用机车造句的 大概能想到 人家都已经用机车行的名字这样 好所以这个呢 大概台湾以外的同学 看这个录影带一定不了解 这是什么笑点这样 因为好像其他的地方 没有这种说法这样 好的那你不能翻成你好电单车这样 在香港的时候 这个因为好像没有任何意义这样 不过听说还有一个是 这个叫做手机版 不过因为怕你们的年纪太轻 不知道这个 叫做Hello Moto这样 Motorola 各位还知道这Motorola 什么东西吗 好吧 我有一个笑话 他上次在另外一门课上讲 那有录下来 那有录下来 结果就有一个足科的工程师 写信给我 我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他觉得说天啊 他是那种资深的软体工程师 他完全了解我讲那个笑话的跟 跟那个 为什么要讲那个笑话 跟那个笑话的历史背景 因为有些笑话讲太久了 你知道吗 那个就卡在历史上 就拔不下来 好 那就来讲同学的作业 同学作业通常比较好笑 他说以下是我自己能想到的几个笑话 最近刚刚看到原字网路 非常交代非常清楚 很少人的笑话 像我一样 每个礼拜去想几个笑话这样 然后有时候想的 竟然是已经听过的笑话 你知道吗 所以网路喔 你就不用脑筋了啦同学 人最重要是用脑筋啦 懂吗 有这个笑话看不见 野生其他的笑话来这样 刮台风你在家里没事 你想那有可不可以发明 一两个一关台风的笑话呢 你就往这方向找 有时候就找到 懂吗 我既然已经开始第一步 你们可以开始第二步这样 好 那他说原字网路 公司有一个同事 每年每逢农历8月15中学节 都会有肠胃的毛病 经常上肚下泻几天以后就好 年年如此 大家都以为他有什么灵异体质 或别的毛病 我大概猜到了 大概猜到的人请举手 没有啊 好 直到中学节当天跟他一起过的时候 发现他吃月饼的方式 是把月饼切开 然后把那一小袋子 放在里面的干燥剂 撒在上面 然后开始大块躲一 那是干燥剂 那是干燥剂 你不觉得干燥剂 本来那边很碍眼吗 很像那个泡面里面的那一包吗 哎呀你们真的是 跟你们讲真的对牛弹琴呢 好吧 那顺便再讲另外一个 我们这学期的那个 这门课的logo是一个点滴 各位知道了吧 知道好 那如果我摆一串钥匙呢 知道已经记住了 我那时候要测验 怎么样的学生我可以收 第一个就摆点滴 他会笑 那高级班的我就摆一串钥匙这样 Key笑 对 Key笑 OK 这是高级班的 因为这点滴有转换的吗 你要先懂英文 你懂吗 这可以测验你的英文程度在哪里 这样 好啦 那我也讲两个啦 那你们自己可以再想说 你要摆一个什么图片下去 然后可以到最高级班 或者结业的时候 Key笑 这个笑话我自己都忘了 这上个礼拜 有一个同学提醒我说 老师你上次还要讲Key笑 拿出去穿钥匙 我拿出去穿钥匙干嘛 我自己都忘了这样 他老师那很好笑 我拿出去穿钥匙干嘛 你告诉我 自己发明笑话 忘掉拿出去穿钥匙干什么 这样 老师也老啦 这堂课教完 我大概就不教了 以后就是回头自己再看录影这样 好 第二个笑话 短小金干 也是唯一让我还挺有印象的笑话 那你前面那次干嘛 讲什么嘛你 有一天小A ABC的A 小A去买羽绒服 他拿起一件羽绒服看了一看 摸了一下 突然站在羽绒服面前 狂笑起来 哎呦 跟他一起去的小B就问他 你怎么突然笑得这么夸张 哎呦 这跟我的Key笑有点像 小A回答说 来知道答案请举手 这羽绒衣有梗啊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真的 哎呦 所以下次就羽绒衣 可是羽绒衣有梗没梗你也不知道啊 第三个 还有一个笑话来自一个大陆同学 有一次大家在玩诚实勇敢 什么叫诚实勇敢 这我不知道 类似真心化大冒险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真心化大冒险 我们的时代没这个东西 好那你们知道就好了 那个同学输了 他选择了大冒险 于是他获得任务 就是要打电话 给某个电讯公司的客服小姐 并且要逗乐那个客服小姐 他拨通电话以后 我们都在等着看好戏 电话那头的客服人员 用官方套路的口气说 先生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于是同学淡定的回答了一句 知道答案请举手 没有人知道 他就带你回答案 那你有多高兴啊 真的会让客服小姐会乐吗 不会吧 大家马上就挂电话了吧 你知道客服小姐有时候 有他们的督导在后面听 他那督导 他有时候非常非常客气的 那有人就迷恋上客服小姐 所以客服小姐呢 我听说第一个他们都有代号 所以那都不是真名 所以他叫做什么陈小姐 他其实不姓陈 就是怕有一些人专门打电话来说 我要找你们那个陈小姐 他会告诉哪个陈小姐 因为他们那个是代号 因为怕真的被缠上了 那个对客服小姐 不一定小姐了 也有客服人员这样很麻烦 那美国的客服人员 后来都包给监狱的人去做 美国 然后还有一些美国的某些客服 是包给印度人去做 电影也有演 他就学他们的纽约口音 因为很多人说 你不是纽约人啊 那我是纽约人啊 好来我问你 那纽约最大道路 最大一条街什么街 然后印度人说main street 这样 这是非常好笑的笑话 因为只有美国乡下的地方 才有main street 纽约没有main street 这对纽约人来讲是那种香巴佬 装作自己是纽约人这样 他说纽约最长的一条街 最大一条街什么名字 main street 就知道你不是纽约人 懂吗 这是纽约人的那个 好所以淡定回答你有多高兴 那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 逗了那客服小姐 没有人想得到 要不要当做一个小作业 这样我下礼拜就可以知道 N个答案 如何逗乐客服小姐 算了 这样我该死了 好 接下来是笑话采集作业 采集笑话作业中 其实存在一帧困难 哦 这个同学写很多 你们平常都很少写 平时我在跟朋友家人聊天中 也不乏好笑的有趣内容 可是我当我询认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他原本是幽默外相的 或者就是有些沉默木讷的 基本上问到的人 包括爸爸妈妈 身边的同学 住在隔壁房间的韩国女孩 网路上的朋友跟好多好朋友 都会愣一下 然后告诉我说他们要想一下 我是少数你遇到人不必想的人 我随时有笑话 虽然不太好笑 我随时有 我还有一个蛮好笑的 但是因为又讲过太多次了 Hard Dog讲过没 这就是答案 有一个人要 冬天要给他的狗买一个电坛 我说千万不要 他说为什么 答案就是 对 哼一下呀 可是我因为先把答案讲出来 所以就没那么好笑 不把答案讲出来还蛮好笑的 好吧 所以讲话顺序很重要 都会愣一下告诉我说他们要想一下 也许有些人的生活中没有留意 也没有那么有趣味 我觉得常常有啊 只是你没有去留意而已 你不觉得那是个笑话呀 我觉得常常是这样啊 但生活中常爱讲笑话的 不管是烂笑话冷笑话 或精彩的笑话 都好像离不开那个表达的情境 一般我们在生活中讲笑话 基本上都是由某件事情而生 想到别的事 扯到别的好笑的点或是梗 脱离生活 凭空去采集笑话或创造笑话 可能由于创造力想象不够 所以没有什么好的点子 这你的自我分析呀 好下面采集到笑话 前三则来自本校同班男同学F 男同学你叫他F开头不太好 好 一个瘦弱哥 一瘦弱哥们到家后 发现老婆在偷汉子 哥们气得发抖 但不敢发作 只得轻轻退了出来 还顺手把门锁了 然后拨了一个电话 说妈不好了 你闺女把自己锁在房里 说要自杀 过了十分钟 丈母娘一家就全来了 整整三卡车的人 你看吧 这梗就没人笑吧 这显然是大陆笑话 在大陆大家这很好笑 你要看那场面 两人在里面偷人 然后全村的人都来了 他亲戚全部来 准备冲进去救他 那你想这画面 就等着你自己创造 那冲进去以后 那个场面很难看 好 这瘦弱哥还是蛮有头脑的 二 这就想到我昨天念书念到的一个 这个英文单字我没查 他说什么东西叫做这个 这个显然是英国声势里面 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名词 结果那个第一个人回答说 这个就是你回家 看到你太太在跟人家上床 然后你就跟他们脱帽致意这样 这个就是代表了那个字 我没查 不是说那个字大概就是 譬如说什么叫做风度 譬如说啦 你太太呢 你就是脱着帽跟他致意 这叫风度 你本来说不算不算 这还不够风度 有风度的呢 就是你看到他们两个做爱 然后你还跟那个男的问好这样 第三个说这哪叫风度啊 最有风度的就是说 那个两个人在做爱 先生闯回来 那个男的跟继续做这样 我当场觉得很好笑 差一点从椅子上叠下来 虽然我不知道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暂时翻这风度 应该也不是 真的很好笑 你们真的觉得完全不好笑 好吧 到时候人家这个 我录影上了以后 就会一堆人写信给我 那天还有人写信给我 说长恨哥 我另外一个录影的 长恨哥的恨 不是爱的恨那个恨 是遗憾的意思这样 很多人给我指教 好 早上出门 晚了眼看迟到 果断打车 上车给司机哥们说 快点 我赶着上车 司机很有精英的教我 去晚了 偷偷从后门溜进去不得了 我是老师 怎么溜 师傅你溜一个给我看看 这是大陆的语言 大陆把司机叫师傅 你到山东的话 所有人都叫你老师 我上次去 我说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知道我是老师 后来发现他们叫外地人 都叫老师 恐怖之乡啊 有文化的 第三 昨晚我单位一个高学历 新员工 直问出租车司机 你这车也太坑人吧 虽然打车费上调了 也不能跑了才十多分钟 就103.9块钱 你非逼我打电话报警吗 司机说傻逼 这显然是大陆语言 瞧好了 那是收银机 下面才是计时器 计价器 103.9 台湾有103.9的台吗 103.3好像有 好 老师也好久没听收银机了 接下来笑话来自于我的表弟 一天表 弟弟问姐姐 为什么所有人都说 有选择困难症的胖子 都特别可怜 选择困难症啊 大陆有这个症啊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说 因为他们在思考午餐吃什么之前 都还没决定好 要拖着哪个下巴思考 太没诚意了嘛 好好笑 你好歹哈哈哈哈 跌在地上嘛 我们现在好像用动作表示 不要用嘴巴 这好笑在哪儿啊 拖着 思考午餐在吃什么之前 都还没决定好 要拖着哪个下巴思考 什么意思啊 他有双下巴 所以他不知道拖着哪个下巴 我知道胖子有双下巴 我只是觉得这画面有那么好笑吗 你们觉得很好笑请举手 来我看 真的啊 谢谢 好 觉得不好笑请举手 不要害怕 你们跟老师站在同一边的 谢谢 我们现在发现班上有 以后老师觉得老师好笑 好笑的人坐这边 不好笑坐这边 我们看一下 那你每个礼拜可以换位置好不好 让我知道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还可以改进呢 或者我改进那个选学生的方式啊 这都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不是吗 好 接下来 拖哪个下巴 长颈鹿住院了 兔子跟狮子隔着窗户看他 就让我想到马达加斯加这样 兔子说他自从进了医院就一直躺着 长颈鹿 狮子说是啊 兔子说多久了 狮子说五天了 兔子说好可怜啊 狮子说是啊 医生说他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兔子说他到底什么得得了什么病这么严重 狮子说医生说他得了恐高症 我们台湾叫巨高症 长颈鹿 谢谢 这也是一种表示 第三 美术老师问学生你为什么交白卷 学生说我画了啊 我画的是牛吃草 这我听过 老师说那草呢都被牛吃了 那牛呢吃完草走了啊 好老师有一次另外一个类似这样说 有一次老师出一个抽象题目叫学生画 叫做懒惰 就学生就交了白卷 他怎么没画 他老师我懒惰啊 就是 老师自找麻烦 分析说表弟今年刚念高一 刚刚开始接触丰富的网路资讯 小朋友喜欢上 高一还叫小朋友啊 小朋友喜欢上一些最近大陆很流行的网站 他的笑话基本都来自于 九世百科暴走漫画这一类地方 啊 网友很喜欢在上面分享一些身边发生的 糗事或者笑话 这些笑话一般比较好懂 梗没有埋得很深 可能跟年龄有一定关系 我觉得那拖下巴那个 就埋得蛮深的 比较适合跟童年龄分享 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些也不是很好笑 而且这些笑话在我听来都比较旧 好 最后三个笑话 来自一个男生同学Z 一 在酒吧和个妹子搭讪 他说很多男人一看到我是金法 就认为我一定很蠢 我说金法姑娘智商这低啊 我是不信的 你看看玛丽联盟路 她说她在这边吗 然后四处忘了一下 好吧 二 为亲爱的 我开车去苏山驾驶突然在山路爆胎 车子翻了出去 幸亏有一棵小树 我才没有摔下几百公尺的悬崖 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 刚爬上岩壁 那个树枝就断了 车子也就掉下去了 我现在在医院里肋骨断了好几根 膝盖也粉碎性骨折 还有严重的脑震荡 然后就讲完 那人回答说 苏山是你他妈的谁 你给我讲清楚 这个用演的比较好笑 她开车去苏山家发生了这一切事 她打电话给她太太 所以太太问她苏山是谁 根本就不关心她摔得七八蛋 懂吗 三 别人说吃大豆屁多 我吃大豆怎么光打嗝 你叫嗝屁 我觉得蛮好笑的 有人回答 屁迷路了 这位同学讲的前两个笑话 其实都不会让我觉得特别好笑 你觉得第三个比较好笑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性别歧视感觉在里面 其主要意图似乎在讽刺女性来达到搞笑的效果 但是平常习惯跟她的哥们分享这些笑话 最后一个笑话到底是蛮出乎 出其不意的有些好笑这样 屁在迷路她会打喷嚏好吧 这有那么好笑吗 好的 好 再来念这个好了 这家伙真的很认真的听我上课 她就在我的那个孙下面打一个圈这样 把我的孙框在那个圈里面 像那夜市卖豆花或卖什么的那种 卖那个什么 羊桃枝 女二十岁最近听到笑话 阿英结婚五年来 一直讨厌自己的老公阿泰 在做的事的时候一定要求关灯 于是某天做爱的时候突然开灯想要了解到底怎么了 却惊见阿泰手上拿着一条小黄瓜 阿英大骂说 你就算东东你跟我做爱五年吗 阿泰说亲爱的请听我说 阿英打乱他的话 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 你这个性无能 阿泰被激怒了大骂 你还敢讲这五年来我用这一只 你却给我生了三个儿子 難怪有人不吃小黄瓜 印象最深的笑话是第二个 第一天上学的小朋友哭得很可怜 老师问他原因 他说我不喜欢学校 可是我以后得天天来这里一直到15岁 老师安慰他说我比你更可怜 我天天来这里一直到60岁 这个蛮好笑的 尤其是我还得到65岁 我比他更可怜 最喜欢的笑话 有一间疯人院每一天都会抬到 淘汰一个智商最低的人 有一天院长考三个人 他看外面有雨就变得到 外面雨下那么大 你们要做什么 有两人说可以洗澡了 这我听过 院长有第三个很聪明 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到外面洗澡 他回答笨蛋 要等水热了再去洗 对不对 后来院长在墙上花一个门 问他你去把门打开 那两个人打不开 那两个人打不开 院长再问第三个人 你不去开门吗 第三个人说笨蛋 钥匙在我这里 第三个人永远有答案 对不对 好男二十岁 最近听到的笑话 刘备在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刘备啊 笑音音轻声对着娇妻说刘备泰叫什么名字 你们打电动都知道吗 孙上香嘛 我们以前没有人知道 就因为电动玩具发明 你们都知道刘备泰叫什么名字 真不得了 好 看电影也知道 赵薇演的 现在该是老二登场的时候了 此时关于自外破门而入 大喊 多谢大哥 刘备惊讶回骂 呦 这能讲吗 就讲那个字 国骂 关于就开心的回答 遵命 谢大哥 然后张飞破窗而入说 没有 刘备说胡闹 我要让我的小弟弟登场 结果张飞就破窗而入大喊 多谢大哥 好可怜 这家人 夫人道 你们三兄弟都一样色胚子 今天只能让一个猪哥陪我 这时候猪哥那样的破墙打入 多谢主母 天哪 这三国辈子讲成这样 我还第一次听到 好吧 可怜的刘备 可怜的孙上香 我们姓孙的真倒霉 印象最深的笑话 David养了一只 一头色香猪不爱洗澡 色香猪洗澡干什么 把香味不是都洗掉了吗 又爱乱咬家具 长牙嘛 小狗大概一岁之前都会咬家具 一岁之后他就不咬家具 所以一岁之前你养狗的话 不用买太好的家具 他会咬 后来他老婆受不了 决定把猪带到山上野放 没想到每次都自己跑回来 最后David干脆心意横 就把猪带到外县石山区 山路多弯难行 心想这只猪多回任路啊 到了傍晚David打电话回家问 猪回去没 老婆无奈的回答 早就到家了 这时候David大声吼叫的 第一声也是国骂 畜生叫他听了 我迷路了 这也不错 这同学你碰到这个人讲的笑话 都还蛮好笑的 至少现在三个有两个好笑 第三 最喜欢的笑话 小斌跟妈妈上街 看见一个穷苦女人 带着幼黑瘦弱的小孩子 哀怜的求助 请可怜可怜这孩子吧 他没有父亲啊 小斌的母亲 就丢了一个十元硬币给这孩子 小斌有点迷惑问他 妈你给他钱有什么用 他要的是父亲啊 还蛮好笑的 这个到目前为止胜出 男五十岁 可能是你爸爸或者什么 需要爸爸嘛 现在只出现一个爸爸 最近听到的笑话 妻子说 电视里老演婚外恋 你会有婚外恋吗 我们台湾叫外遇了 丈夫说不会 妻子说为什么 丈夫说有你一个我就够后悔了 绝不能再有第二个 这类似的笑话 有一个说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喝醉酒 第二天宿醉醒来 发现他太太对他特别好 他就问他儿子说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你不知道啊 听过的人行举手 好只有你啊好吧 他就说爸你不知道 你昨天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他说我做了什么 我不是喝醉吗 他说对 他妈昨天要帮你脱衣服的时候 你跟他大吼说 不要碰我 我是一个有太太的人 所以他太太第二天对他好都不行 这是笑话衍生出来的类似笑话 懂吗 这叫什么 笑话连结 请按一个这个 印象最深的笑话 有一对鹦鹉在书上聊天 母鹦鹉看到下面有个豹在追羚羊 后来羚羊被豹杀了 母鹦鹉就说下面羊死了 然后母鹦鹉就被另外一只公鹦鹉强暴了 我们是姓平会的人不能讲这种笑话 虽然是鹦鹉 有时候鹦鹉很吵你知道吗 现在电梯也变得很吵 然后捷运也很吵 捷运到了公馆呢 就一定要公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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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on 干嘛 这有差很远吗 要讲四遍吗 其他的站好像都差得蛮远的 所以你可能真的有必要讲四遍 这四个什么都一样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到了台大我们这边都聪明人 千万不要讲那么多 讲不要讲那么多 讲一个就可以了 最喜欢的笑话小美说 听说你们家门 你们家每个人都有专长 小花说是啊 我爸爸吹小喇叭 妈妈弹钢琴 妹妹唱歌 小美说那你的专长呢 小花说我的专长就是忍耐 这不说 这个专长真的是很难得的 这是美德啊 好她自己的笑话 最近听到的笑话 有一天小明叫小美爬到很高的栏杆上 小明就会给小美十块钱 小明就说好啊 小明一回家就告诉妈妈十元的由来 妈妈听完以后 小美你很笨 你都不知道小明是想看你的内裤 这是小朋友做的事情 又过了没多久 小明又叫小美爬到很高栏杆 小明又给他十块钱 小美说不要 小明又说二十元 小美说好 回家就告诉妈妈二十元的由来 妈妈说你很笨耶 想不想看你的内裤 小美就说妈我真的很聪明 我没有穿内裤 我们在清明会不太能讲这个笑话 好嘞 唉 这可以给小朋友的一个教育 所以不要爬高 第一个最好像长领路一样 有恐高症是吗 叫做 印象最深的笑话 有一天小明去图书馆买小笼包 蛤 图书馆买小笼包 小明就跟图书馆的管理员说 阿姨我要买小笼包 这大概大陆人 我们在台湾很少叫人家阿姨 对不对 好我要买小笼包 管理员一听就很惊讶说 这里是图书馆呢 然后小明听完就说对不起 那我要买小笼包 这我听过 每次听完都还蛮好笑 因为这要有动作 要有声音 第三个最喜欢的笑话 有一天大象碰到骆驼 大象就说 你怎么长得这么怪 什么什么 这个 嘞嘞 嘞嘞长在背上 是嘞嘞吗 嘞嘞 你写个嘞嘞 大象就说 好 骆驼真的生气 骆驼就跟大象说 你猜奇怪了 嘞嘞长在脸上 我觉得这像小朋友说的 好 他说由上述几个笑话 我们不容易由性别 或者年龄看出 是否会讲黄色笑话 你的意思是说 什么年龄都会讲黄色笑话 而通常讲出笑话 一定带有不少性的元素 哪里是你自己交友不慎 都讲这种笑话 虽然讲出来有点色 通常这种笑话比较好笑 因为有人认为笑话 是一种压抑的释放 所以你讲这笑话 某种程度就释放你的压力 好嘞 那这是今天的同学的作业 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的地方 又回到中国的部分 要讲史记古迹列传 强调我不是教历史的 我也不是教文学的 所以在这个字跟词的解释上面 我不会有那些老师教得好 各位可以去看 不必写信再告诉我 这个字怎么解释 我的重点不在这里 那我有加了很多注解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慢慢去看 那在这里重要的是说 我们要谈一下 在历史上的古迹的人物 到底为什么被认为是古迹 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幽默 辉谐或者笑话 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那这个六十二月这里 前中书有一段 他讲到这古迹是什么意思 那古迹呢在第几行呢 他反正这个引得非常多的那个 唉这讲太长了 我现在一时也找不着 总而言之 他这里有讲到那种 所谓的两式相连倒数 第四行bissociation 很多笑话是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 把它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那这个叫bissociation 这个我们在这会堂会讲到 这是有一个人叫 Arthur Kostler的人发明的概念 这个前中书显然有用到 那前中书呢 他用的文词比较典雅 比较古代的 不像是现代语文 所以他把它翻成两式相连这样 这一段呢 如果你的中文程度不好 那个看起来是非常吃力的 那古迹那段讲的是几个人的故事 请看第六十三页 他讲的故事呢 第一个人叫淳于坤 第二个人叫 第二个人叫幽梦 幽梦的幽是他的职业 不是他的姓 所以这是就是梦 那个做这个 担任幽这个角色梦 第三个人叫幽瞻 这个是念瞻 三个古迹人物 后来才有人补上了东 什么 郭舍仁 东方硕 东方硕我们在汉书那边讲 东郭先生 王先生 陈于坤 魏清 西门豹 最近王先生非常有名 大家都叫他小王 各位知道 好 古迹的社会功能 就是这八个字 谈言为重 或者为重 为重可以解分 就是说用另外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 不是用武力 也不是用暴力 也不是用胁迫 或者不是用谈判 来解决问题 他是用讲话 用讲话 让当事人能够觉醒 能够反省 然后来解决问题 司马迁在谈这个时候非常奇妙 因为这些人物怎么值得上得了历史呢 对当时人来讲 这一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历史是大人物的事情 做的是大事业的事情 那司马迁常常有把这种贩夫走卒 都能放上历史 这是很多人认为司马迁这部历史 实际是乱七八糟的 可是从事后 尤其在民主时来看 实际真的是一本照顾到 真的影响历史的大众的一本书 比汉书那些后来的史书 来的有意义太多了 因为后来的历史呢都是正经八百的 其实都是一些骗人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争权夺利的故事 然后又讲得非常好听 那孔子曰六亿余智亦也 六亿是礼乐色域书述 或者这个就是六经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你看这接下来说礼呢 的目的是要截人 让人跟人之间知道自己的分寸 悦以发和 和是你的情绪得到平缓的抒发 那书呢是指书经 那这个月经 月经已经不见了 这就像有些妇人一样 中国历史上已经遗失了 这其实蛮好笑的 你知道吗 可是我就故意这样讲 你们就过去了 所以礼乐色域书说的月经不见 书以道士 然后诗呢是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意 那这个义经呢是以神话 春秋要讲的是义的事情 尤其诗以达义这一点 很多人现在因为诗经的语言 离我们比较远就很难了解 那你有时候看到结婚的时候 大家会用那个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这句话 这句话呢 如果你要回到原来的脉络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脉络 这是在诗经有一篇叫 吉谷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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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打鼓那叫吉谷片里面 他是一个出外打仗的人 被征服去打仗 打仗然后快死了 就在树林下面 然后就想起了 他跟他太太的这个 当初的承诺 然后这个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前面两句 叫做死生气阔与子承说 我现在要死了 我想着活着的你 我想到当初我们的诺言 我们的诺言就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们当初希望能够一起慢慢变老 现在不可能了 那这个呢也是抒发 那个当时的情感 后来有一部电影啦 说是这个 梅尔吉波逊演的啦 演美国军人 梅尔吉波逊是澳 澳洲人 他演的是美国军人 说美国军人在最后临时前呢 都会交代他旁边的同僚 说请告诉我的太太 或请告诉我的家人 说我爱他们 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中国在几千年代就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呢 就讲到这个六亿 那说干嘛来这个开头呢 这开头就告诉你 这些所做的事情 不会比你书上 这些正经的书上讲的事情 来得差啦 一样的啦 那可是你就知道 这要说服很多人 你是要说服长辈说 我现在看这些漫画呀 跟你这个正经八百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我学到东西是一样的 我保证你老师会觉得 你这些人是有问题的 好所以呢太史公 太史公有时候说是他爸爸 有时候就是他 反正就是他们父子两人 传这位置 天道灰灰岂不大哉 谈言为众亦可以解分 这什么故事还没讲 先把这个预防针给打了 让你知道下面这个是有他的意义的 所以第一个就讲到淳于坤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种姓了 是武侠小说里面有 淳于坤 淳于坤是其之罪婿 罪婿就是嫁给人家做女婿的 我最近看大陆电影 叫倒叉门 我们台湾叫做入罪嘛 入罪叫什么 有别人吗 有什么字吗 红酒给人家糟 红酒就是入罪 入罪对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我们的现在社会里面 其实已经男女平等了 男生娶女生 这是好像名正言 我们娶跟嫁是不同的字 如果说男生嫁给女生 尤其嫁入豪门 那这个对很多男性来讲是绝大的侮辱 日本人有的家族没有男性的后代 他们会找女儿去找一个罪婿进来 日本的罪婿 视同自己的小孩 在事业的继承上面 那他们都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不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 同样的所谓的儒教文化 中国人对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非常 到今天都还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对 这种东西 日本人没有 让人家做别人的儿子 这是继承别人的香火 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中国人不行 所以他是罪婿 罪婿呢 罪婿呢 就在社会上地位很低的 你要是家里穷才会这样子 好 他长或长不满七尺 身高不到七尺 那这一尺是多少 有人在这边就有换算的机制这样 因为孔子呢长长九尺 我靠九尺 多高啊 你假如说你不是很在乎的话 那大概一米八一定有啊 一米八以上啊 你看像姚明的多高啊 那孔子可能也有那么高啊 总而言之 他这个七尺是很矮的意思 就这样 如果七尺很矮 那九尺真的不是很高耶 所以这是一个 不知道要怎么算 那当然有的历史学家 会提出他的算法 好 那这个人虽然不高 但是不高 其实要告诉你说 是被社会上看不起的 尤其矮个子到现在为止 大家对于矮个子这件事情 还是很在乎的 男男女女好像都是 我认识一个人 我们共同认识一个写小说的人 有一次大家对面开玩笑说 你可以把我写进你小说的角色里啊 对不对 我们这些朋友多么多有趣啊 对吧 结果那个个子比较矮的一个女生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把我写进去 请你把我写高一点 我想说这是 这是什么 什么要求这样 那那个到底他有没有写小说 有没有写进去 就不知道 因为我基本上不看小说这样 所以人家把你写进去 你觉得你 你希望被写成什么样子 那可能就是一个 你的理想我的展现这样 好 他古迹多变 这个反正先不讲这个 然后呢 这齐威王 这他老板啦 齐威王就是习影 齐威王很喜欢猜谜 古代人真的很无聊啊 没有电动可以玩啊 没有电视可以看啊 没有游乐场可以玩啊 你说他干嘛呀 他穿的那一身衣服 很辛苦的啊 我给讲 当时 当古代人非常辛苦的 他呢 所以好违迎乐长夜之影 没有电灯啊 早上不睡觉啊 晚上不睡觉啊 都不睡觉 长夜之影 陈眠不也 不智啊 然后伟正亲大夫 什么事情都别人管 他什么事都不管 这齐威王 百官慌乱 诸侯并亲 国且为王 在于弹幕 这国家已经快不行了 齐威王 不过威 他的名字叫做威 这个后人讲故事 才会有他当时的嗜好 他死掉以后 这个贵族 或者这个国王 会有这个嗜好 左右目敢见 没有人敢去跟老板说真话 说真话要杀头的 这谁敢说啊 诶 淳于坤 睡之以隐约 就用这种隐语来睡他 不直接讲 说王啊你这样不对啊 你不历经图治啊 你一天到晚想搞掉立法院长 这是不行的啊 譬如说这样 这就值 你要睡他 说服他 说想什么呢 讲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讲什么 国中有大鸟啊 指王之庭 国有一只大鸟 就在你的这个院子里啊 这有这事吗 三年不菲又不明 那鸟就在那儿 啥事没做 不知此鸟何也 这鸟 为什么会停在这儿呢 那网友说 你骂我 你以为我鸟人了你 他要去斩了 没有 因为优 有这个功能 他就是可以讲这种话 别人不能讲 他可以讲 王曰 王当然知道他讲什么了 就是讲了这句 后来中国人念书人都知道的话 此鸟不飞则以亦非冲天 不明则以亦明惊人 他知道人家在讽刺啊 这家伙就 因为这样 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 赏一人朱一人 当然应该不是抽签的啦 忽然间振奋了 哪一个人有功就赏 有罪就罚 奋兵而出 诸侯正经 接还齐的亲帝 威刑二十六年 与在田丸世家中 强劲的情况 自己在田丸世家那篇里面 去看田丸世家 所以这是淳于坤 对于齐威王的一个 发挥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是淳于坤的一个 这是古迹啦 所以这古迹跟笑话没关系啦 这古迹比较像是用 另外一种 他可以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 来说服他 那六十四月威王八年 楚大发兵加齐 就楚国在南边 要攻打齐国 齐国在山东的 这个北半边了 那齐王呢 就使淳于坤知赵 请旧兵 赵在现在河北 就更北边 就说你就到赵国去 帮我请旧兵 这南边的人打过来 然后给他呢 一百斤 斤子一百斤 车马只有十四 四匹马 这总共四十匹马 跟一百斤的黄金 淳于坤仰天大笑 灌阴所绝 就把灌阴就是那个帽子 灌是帽子 阴是那个帽子的绑 绑住帽子的那个绳子 就断了 王曰 王显然大概知道一点事情 先生少之乎 先生你觉得这钱太少了是不是 一百斤要去浅家来救兵 昆曰何改 怎么会少呢 开什么玩笑 他不直接讲少 怎么会少呢 王曰那笑其又说乎 那你到底笑什么 你给我说说看 你到底笑什么呢 昆曰 金泽 他就开始讲故事给他听 完全不直接说 哎你拿这钱 我怎么办事啊你 不这么说 金泽乘从东方来 我早上从东方来 沉浮满沟 淤血满车 五谷烦手 嚷嚷满家 用很少的祭品 希望能够丰收 简单讲是这样 陈见其所持者侠 而所欲者车 哎呦 你是什么 拿别针换别墅啊 各位知道网路上曾经有一个人说 怎么拿别针嘛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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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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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是千 然后呢白币十双 刚刚没有啊 车马百四增加十倍啊 坤辞而行到赵 赵王与之精兵十万 隔车千胜 楚文之夜引兵而去 你要给人家 要去请人家帮忙 你要给人家相当的礼啊 尤其要帮你打仗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呢 也重点在于淳于坤的机制 他没跟你讲说 你给我的钱太少 我办不了事 他没这么说 好 另外一个故事 六十五页 威王大约 然后至酒后宫啊 昭昆赐之酒 给他办个酒宴 欢迎他 问曰 先生能饮几何而醉 哟 你到底能喝多少酒啊你 不得了 这个真的应答真的是好厉害 对曰 陈寅一斗一醉 一旦一醉 斗是比较小的 但是比较大的 这个单位 我喝多少 都可以醉 一斗也醉 威王说那你为什么 以一斗而醉 怎么能引一旦呢 你一斗就会醉了 怎么还可能引一旦呢 这就是社局 让他往里面跳 你会讲话 你就不要把话讲死 让他继继续问你问题 懂吗 那继续问你问题呢 你就可以回答 然后坤就约了 陈寅坤说 赐酒带王之前 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 如果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 坤恐惧浮浮浮而已 不过一斗尽醉 因为太紧张了 所以我喝一斗就醉了 若情有颜客 这怎么怎么 这个是月跟锦 那两个字 是合起来的 我用中夸 因为我找不到那个字 这样的话 四九余前 十利余利 奉商上寿 因为这个情况 比较轻松一点 我大概就引两斗 我就会醉了 第三种情况 若朋友交友 久不相见 处然相堵 欢然道顾 思情相遇 那可以引五六斗 因为感情的不同 还有那个情况 轻松与否 若乃周驴之会 男女杂作 你看啊 这有男女了 刚刚的朋友啊 你看越来越喝越多 是因为情况不一样 男女杂作 行酒激流 大家在那边画酒拳 六伯投胡 又玩游戏赌博 相饮为朝 各位朋友 握手无法 木台不进 那时候你随便看女人了 喝醉酒了 你就随便看了 那以前的礼法都没有了 那这时候呢 前有罪儿 后有宜瞻 你看那个女孩子的那个首饰 全都掉满地了 都已经大家都不修篇幅了 坤切乐此 我就喜欢这一道 应可巴斗而醉 我可以巴斗啊 心情好啊 日暮久兰 何尊促作 男女同袭 旅谢交错 连那鞋子都没放好 你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多急啊 当悲盘狼藉 这后来是在赤壁腹里面出现的 唐上灼面 蜡烛点的点的都 都点完了 主人留坤而送客 把我留下来 其他人都叫人走啊 罗如金解 唯闻相辙 这时候 反正主人对你好啊 当辞之时 昆心醉欢 这四个境界 能饮一弹 那样的话 我可以饮一弹的酒 顾约 可是他他是告诉你说 我很能喝酒吗 不是的 他告诉你 酒急则乱啊 乐急则悲啊 我们现在叫乐急生悲 万事尽然 言不可及 急之而衰啊 讲的就是要奉刺这其微网啊 借着自己说 多少酒都能喝 但是告诉你 你能喝的时候 那基本上是处于乱的状态 你作为一个王 你不能这样 以奉奸言 齐王曰善 OK good 我了解你的意思 乃霸长夜之饮 以昆为诸侯主客 忠世之酒 昆常在侧 所以每次要喝酒 都这个人都在旁边站 提醒你不要喝太多 那第二个故事 前面讲的是淳于昆 接下来讲的叫幽梦 他叫梦 齐后百余年 就在六十五月最后一行 楚国有幽梦 刚刚讲的是齐国 齐国在山东 楚国大概现在在长江以南吧 或者怎么样 南方了 当时的 然后这幽梦是干什么的呢 那幽梦啊 处置乐人也是做这个娱乐事业的 那跟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希腊时代 那种专门取乐人的人 不一定是相类似的 但是乐人 这人比陈于昆长多一尺 他长八尺 多变 非常会在言语上面 在思想上面会来辩论 这人要碰到孟子 那真的不知道谁会赢 常以谈笑奉剑 这个大概后来幽默 大概都跟谈笑奉剑 这四个字有关系 楚庄王之石 有所爱马 楚庄王非常喜欢马 那个马啊 漂亮起来真的是帅到不行啊 我昨天看那个Long Ranger 有一匹白马 还有那马漂亮的 你就觉得那马真的是 一定是天堂来的 类似这样 易以文秀给他穿衣服 你现在看那狗啊 都坐那个娃娃车 狗都穿衣服 那狗基本上都抱着 我都不知道那狗四条腿 是用来干嘛的 就是用来当狗腿用的吗 明明有四条腿 你要让他抱着 你说下雨天不让他的脚湿了 我可以理解 还有人替狗买鞋 买了那狗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就觉得那有人过年 给狗穿上那种中国的服装 你作为一股冲动 想给他压睡钱这样 所以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步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 那我的狗出门呢 下雨天有雨衣 人家就觉得说 蛤 狗还穿雨衣 我说不然的话 你回去还不要帮他擦干 你擦不干他感冒 你也送到兽衣那去 那个钱比一件雨衣还贵啊 猫和狗的医生都没有健保啊 现在当兽衣是最万无一失 最值钱的 最妥当的行业 你人还有医疗纠纷的问题 猫狗没有医疗纠纷的问题啊 你来一条马尔基斯 还你一条马尔基斯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你那一只 这只怎么比较大 刚刚吃了比较多 在我们住两天 我们的狗怎么长得不一样 你没看我是医美诊所吗 你的狗整了 怎么原来是马尔基斯 怎么出去变雪纳瑞呢 反正都是外国狗 我自己养狗 我都不知道那些狗 为什么要被搞成那样 他有一只狗被他主人弄成像熊猫的样 各位在新闻上看到吗 那真的是蛮可爱 但是他是狗啊 还帮他挑染 拿黑的白的弄成像熊猫一样 是蛮可爱 但是我不知道那狗喜不喜欢 狗大也不会说 大也不可能 好 储庄皇室 然后呢 置之华屋之下 给他住好房子 平常马就住在马厩里嘛 给他好房子 洗以露床 还给他弄一张床 对这匹马好到不行 用人的方式 然后这个字表 就给他吃枣子 给他吃肉干 结果呢 马并飞死 太好了 飞死了 不运动 也不让他运动 这马就死了 使群臣丧之 哎呦 死了他很难过 希望群臣一起给他发丧 欲以观果代夫理仗之 一匹马呢 要给他观果代夫的理 左右争之以为不可啊 说老呆王安之千万不可以啊 他不过就是一匹马啊 王生气的下令约 有敢以马见则 罪至死 谁敢跟我说这事 我就杀了谁 脱去毙了 游梦文之 大家就当然听完就吓的啦 这个储状王要杀人了 谁敢讲话呢 中国历来的这个下属都这样 王没事了你还可以见一下 有事了没人敢讲话的啊 谁敢讲话神经病啊 游梦文之入店门 仰天大哭啊 淳于坤是仰天大笑 他仰天大哭 反正这些人呢就是很夸张的 王今儿问其故 你哭个屁啊你 游梦曰 马者王之所爱也 以唐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你不觉得这话讲起来像白话文吗 你听不懂你也知道什么意思 而以大夫理仗之太薄了 不行啊他哪是大夫啊 要以仁君理仗之 就像大王你死掉一样 这样我们来仗他 意思是这样 王曰何如 为什么啊 对曰 反正各国语言都来了 这是自动翻译机嘛 曾以雕玉为官 那棺材啊 用玉啊 外面还雕得非常漂亮 蚊子为果 那最好的那个木头 做这官跟果 一个是内一个是外的 然后呢 这什么印封御章为提臭 这个有解释 反正就是很漂亮 发甲竹为穿矿 老弱富途 齐兆陪位于前 含位亦位于后 而且国际关系 各国的使臣都来 来举行这个葬礼 像这个国君的葬礼一样 庙石太劳 太劳是那个祭拜的那个东西 奉以万户之意 这给他一个很好的 然后诸侯文之皆知 代王贵人而见马呀 你看你爱护动物啊 保护动物学会 一定把你推为永久理事长 贵人而见马也 这是到底是夸奖人还是骂人呢 贵人而贵马 讲错了 就把人看得见 你重视的是马 王曰寡人之过一致于此乎 哎呦 你不说算 我真的那么夸张吗 自己还不觉得自己夸张 他把他夸张想出来 唯之奈何 这个 幽梦的做法呀 英文大概叫做 thinking out loud 把你的思想大声说出来 有时候你就说到人家的OS 有时候我们OS 以为是自己想的 那很多OS 这是人家可以把你讲出来的 游蒙曰 请为代王六处葬之 就是一般的牲畜 然后以什么 笼罩为果 同利为官 就把它煮了 然后再加以浆跟枣子 箭子以木兰 加上调味的香料 然后祭子以梁道 亦以火光 藏之于人复藏 让人给吃了吧 我们后来有说法叫 藏在武藏庙 就是你把东西给吃了 于是王乃使一马 属太官 物灵天下久闻也 当然国王也没这么做 这都两个极端 那国王就采取中道 好吧 那也不要把它那么夸张 那也别把它煮了 就把它给 就这样 这事情就了了 这是幽梦的第一件事情 幽梦的第二件事情 表现他是一个好朋友 楚国的宰相 我们姓孙的 叫孙淑敖 知其贤人也 知道这个幽梦 是一个不错的人 是个好人 好人俱乐部的部长 就善待之 对他很好 可是孙淑敖要死之前 就告诉他儿子说 你老爸当官 就是当得太好的官 清官了 所以啥屋也没贪过 所以呢 我死了以后啊 你一定会穷到不行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不贪 也不好好养儿子吗 为什么你不贪 你儿子就跟着要贫呢 这什么逻辑 我就不懂了 这我觉得也蛮夸张的 这故事 如必贫困 我死如必贫困 若罔见幽梦 言我孙淑敖 你可以去找幽梦 你就跟他说 你是我儿子 他会帮你的 老爸平常带他不薄 到时候他会报这个恩的 没多年 没多少年呢 其子穷困富心 这儿子显然 连个谋生的技巧都不会 就是穷到 这个要去端财 去来卖 逢幽梦就碰到幽梦 语言曰 说我孙淑敖子也 父且死时 主我贫困 往见幽梦 我爸告诉我 贫困了 就去找你 幽梦曰 若无缘由所知 这个就说 好 没问题 交给我办 意思是这样 就为孙淑 即为孙淑一贯 第一掌谈语 他就把孙淑的衣服给拿来穿 为什么呢 要学孙淑的样子 然后大概一年多 遂于像孙淑 觉得走路起来 什么样子 扮起来都像孙淑 这古代人化妆数比较差 所以要搞到一年才会像 现代人 你只要化妆数好一点 几分钟出来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楚王即左右不能别演 要不然灯光灰暗 要不然楚王跟他左右 辨识能力都很差 完全不知道 这不是孙淑 已经死了两年了 他也没完生兄弟 对不对 楚王至久 幽梦前为寿 替他助寿 庄王大惊 以为孙淑豪复生也 你怎么跟他长那么像 欲以为像 这样好了 那你就再来做宰相好了 孙淑豪当我宰相 你也来当宰相 这人笨了 人长得像就能够 就是同一个人吗 就有同样的才能吗 这人笨到不行 好 那幽梦就说 请归于父寄之三日为相 我先回去跟我太太商量一下 三天以后我再来回答你 庄王许之说好 三日后幽梦复来 王曰复言为何 那你老婆怎么说呢 孟曰复言甚勿为 老婆告诉我 别做 别跟这个老板做 楚相不足为以 你要做楚国的相国 这千万不要 如孙淑豪这位楚相 为什么不要 因为以前那个孙淑豪当楚相的时候 尽忠为连以至楚 非常尽忠职守 而且呢非常连结 楚王得以霸 楚王就变成诸侯的霸主 今天死了 岂子无利益追之地 贫困父亲以自饮食 穷成这样 必如孙淑豪不如自杀 这话就讲的夸张了吧 你还去当楚相 你要我们家儿子怎么办呢 音歌约 然后就唱了一首歌 卡拉OK 这首就要起来了 什么三居 耕田苦 难以得失 岂而为力 乌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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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叫谁的歌 可能是梁靖茹的歌 最近梁靖茹很红嘛 你也知道嘛 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中国人嘛 其实他就是华裔嘛 就这个意思嘛 不然他怎么叫梁靖茹呢 不然他名字应该叫 这样的名字嘛 不是吧 好所以呢 于是庄王 就这个谢幽梦 就这个 这个谢当然好像也不应该是感谢的意思吧 但是你知道意思 所以呢 就把孙子 就是感 就是至少让他提醒了他 对自己宰相的 儿子要善待 就造了孙淑豪子 奉之请求四百户 给他一些官奉 以奉其事 后十事不绝 此至可以言时矣 就有这样的智慧 这个知不是知 通常是智慧 你就可以 就这个才是 什么时候恰当的见 见王 给王一些 这个见 近见 这是一个恰当的方式 所以呢 幽梦的故事就两则 接下来是幽瞻 说其后两百余年 秦国也幽瞻 当然这个后面的考证说 不是两百余年 你这算错了 哎呀你还念历史嘛 两百年跟四百年 这有什么大大差别呢 不就很多年以后嘛 对不对 好吧 幽瞻呢是秦国的 秦国在西方 大概在现在陕西的位置 秦呢是昌诸如也 他是昌 昌是通常是讲唱戏的 简单说 诸如就是小人 小个子长不高的那种人 善为校园 然何于大道 他不是搞无厘头的笑话而已 他这笑话都有深意 所以这个子不高 前面一个七尺 一个八尺 这家伙就不高 连齐齿都不讲 难以齐齿啊 懂吧 所以齐齿都不说 齐齿王的时候呢 至酒而添雨 要请大神喝酒 但是下雨了 下雨了 避损者皆沾寒 那个在外面 站岗的那些保全啊 现在我们叫保全了 以前就是站岗的那些人 全部都淋湿了 站在外面 里面人在喝酒 外面人淋湿了 憂瞻见而哀之 觉得怎么那么可怜 你喝酒的人 你好歹在这些人 也不用淋湿嘛 魏子曰如欲修乎 所以你们想不想休息啊 就在外面跟这些人问 这些保全就说 当然啦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你啊 憂瞻说我即忽如 如即应曰诺 好那我进去我叫你的时候 你就喊诺 懂吗 诺 诺 居有勤没多久 殿上上寿乎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啊 憂瞻临侃大呼 站在门槛里大叫 避损狼 避损狼就是保全 保全就说诺 憂瞻曰如虽常何意 你长那么高有屁用啊你 长那么高 啊姓雨笠 你长那么高下雨 你还不站在那呢啊 啊我虽短姓休居 你看我个人那么小 我在这淋不到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是我家的对不起 原文没有 于是始皇使避损者得伴相待 好吧那就一半人站在外面 一半人轮流 所以也没有全部人站进来 谁要杀他嘛 啊荆轲嘛就那个人嘛 对不对 嘿 啊好 所以这是一件事 有瞻 后来呢秦始皇希望建一个大院佑 大院佑是大猎场啊 古代皇帝真的很无聊啊 最无聊工作之一就是皇帝啊 你得穿那样还得带那样 那很重啊 那个东西 东至寒谷关西至涌 到陈昌很大的地方都要变猎场 啊猎场就把老百姓的生活给家都给担了啊 幽占曰 善多众勤寿于其中 寇从东方来 令迷路处之足矣 好啊 你知道多放一些迷路啊 这迷路都有脚啊 啊然后这敌人从东边来啊 你就把这迷路放出去 全部还用那路脚就把他刺死这样 这都夸张的说法 迷路能干嘛呢 不就帮圣诞老人送礼物吗 现在都是这样嘛 不是吗 然后那红鼻子那家伙叫Rudo 那是走最前面那一只嘛 迷路 死黄已故错职就决定不干 各位知道假如你要庆祝圣诞节 台大只有一个地方 是庆祝圣诞节的好地方 我也是讲同学都不相信 我说有啊只有一个地方 我说哪里 最悦湖 最悦湖为什么跟圣诞节有关 你要圣诞老人不小心掉了狐狸去吧 真是 有人说这种图 我说什么种图啊 那么矮的地方 深刻大楼 不对 我觉得是台大里面有一根烟囱 各位知道吗 你们都不知道台大有一根大烟囱 圣诞老人要从烟囱下来啊 你就应该围着那烟囱 去找一下台大那根烟囱在哪里 竟然不知道台大有一根大烟囱 很大 很大 很大的烟囱 下礼拜你找到答案 下次圣诞节你就在那边办 台大烟囱欢迎圣诞老人降临节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 有一个大烟囱就是 台大医院也有个大烟囱 台湾大学也有个大烟囱 那个烟囱都没有被重视 我觉得很可惜 也没在上面图一只长颈鹿啊 或什么的这样啊 我觉得那个烟囱可以做一点什么 可以变成台大的另外一颈 可以做一个摩天轮啊 譬如说 好嘞 那这就是他要做那个大烟囱 一个大烈场被这个邱瞻给制止了 邱瞻没有说你不能做 好 那接下来呢 秦朝的秦二世胡亥嘛 又欲七其成 说这个成啊 成墙 以前都是用土砖头 什么这么堆的这样的啊 然后他希望在那个成墙上上七 上七有什么好处呢 邱瞻就说 算好啊 他从来不说不好 他就说好 然后呢 再把你说得很夸张 主上虽无言 臣故将请之 那你不要再说了 我来帮你拜 七成虽与百姓筹费 然加在 七成啊 虽然百姓要捐很多税 没关系啊 我替你去找钱 再花很多钱 再多钱也值得 所以就这样 就先告诉你 这是要花钱的 七成荡荡 扣来不能上 还做一首诗 说七成有好处啊 你乘一七啊 这滑啊 外面人爬都爬不上来啊 因为没办法着力啊 他就算去练攀岩他都没办法 然后呢 急欲救之 亦为妻儿 故难为应世 这里面有讲到其他的事情这样 然后于是二世孝之 以其故止 所以就后来没做 居无和没多久 二世就杀死 杀死 被杀死的意思 悠瞻归汉 数年而逐 所以这个老板 跟错编了 最后就就完了 所以这边太史公有评论 这三个人的故事 太史公曰 纯玉坤仰天大笑 其威王横行 幽梦摇头而歌 复兴者以封 复兴者就是 孙淑娥的儿子 幽瞻临坎 几乎必损得以半斤 岂不亦为灾 这不也是一件 值得称赞的事情吗 那后面有什么 楚先生郭舍仁 这我就不说 因为东方朔在下面有 所以这是实际古街段 讲到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你说干了什么事呢 就是靠他们言语的机制 替别人谋取了比较多的福利 然后见指了亡 这个胡作非为 这是简单来讲 考虑的都是公立的事情 公家的利益 不是个人的利益的问题 所以司马迁在这个部分 有着这样的这种 现代的民主精神 现代民主不能为私利的 你要考虑到公立的 那在司马迁时代也有 那请看七十三页 汉书的东方朔传 东方朔呢 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 很古迹幽默的人 我觉得前面三个人 才是东方朔其实 不太是 你假如没有好好地念他的东西 你以为他是 因为他名字比较有名 他不像那些詹啊 幽啊 幽詹幽梦啊 或者淳于坤啊 地位比较低 东方朔呢 是个读书人 那因为他的名字的关系 还有号啊 字啊 有时候叫东方曼茜这样的 你看在七十三页 东方朔呢 他有一个字 我介绍在这个 汉书里面 他说东方朔 字曼茜 平原厌赐人也 这平原属于哪里 你就有机会去查 在这里不重要 武帝出 汉武帝 汉武帝出 即位 争天下 举方正贤良 文学财力之事 那时候没有科举考试 整个汉朝都没有 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也没有 所以那人才怎么挑选呢 就是靠各地方的人推荐 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你都知道有所谓九品中正法 希望用那个方法来选举 这个恰当的人 来管理众人之事 汉朝的时候没有 汉朝的时候没有 所以呢 他就是下照 下照贴在城墙那边 看到的人就来了 就像你们现在在网路上 看求职的广告一样 带以不赐之位 就是说我要特别的人 来做特别的事情 给他一个位置 来做事 四方是多上书言得失 每个人那时候不是靠考试 靠你来提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需要什么样的改进 那你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那你能够提出方法来 那这上面的人赏识你 你就可以担任那样子的官 现在当然不是 现在完全靠考试的 凭什么你认为 考过公务人员那些考试 他就会是一个好公务人员 我们现在都认为 只要考过试高考普考 什么考考过试 他就是一个好公务人员 他只要能通过什么学册 能够通过什么基册 他就是好的大学生的人选 我觉得这都是很特别的 然后他只要有博士学位 他来学校就是一个好老师 这都我都不知道相关性在哪里 通过博士学位 只代表他会做学问 不代表他会教书 你们通过学册以后 只代表你们的有一些 基本常识 不代表你们对这个东西 是有兴趣的 那我们的考试制度 都常常假定太多 考过公务人员考试 代表他嫌守某些法令 不表示他真的知道什么 古代至少还讲出 你能讲出我们政府 现在有什么措施 是不好的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你好歹有一个办法 现在都没有什么办法 大家就照张办事 我依法行政 所以让这些行政没有什么效率 每个事情都要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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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负责任 看朝你至少可以严什么得失 我就让你做官 所以我在社会学那门课 教学生的集体作为 找出台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看看他现在的 运行解决的方案 什么方案 比如脚踏车问题 现在怎么解决 用什么办法解决 然后你呢这一组人 可不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我这个也是严得失 然后看能解决什么 我觉得全台大人那么聪明 与其去解决一些我们在社会上 可能不太相关的问题 不如去解决我们身边很重要的问题 脚踏车问题啊考试问题啊 不来上课的问题啊 以前报社记者还问我 孙老师学生第一堂课 一直到冬天第一堂课都不来 甚至早上都不来上课 你有什么办法 我说有啊 我们就像百货公司11点在开门啊 百货公司有11点开门 然后没客人的这种情况吗 从来没有啊 然后我们怎么样搞成每天 每天像周年庆那样他就会来了 不过大学为什么有周年庆呢 让他愿意来啊 譬如说啊你要是早上9点钟来上课 你学费可以减10% 本来想减半啦 后来觉得这样不太好这样 虽然这是举例也不要举那么夸张 对不对 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早上的课比较便宜啊 下午的课比较贵啊 你不能这样排吗 这不是也是一个办法吗 你懂吗 这是看你要不要去想 当然这个牵涉大局了 我们现在是所有课都一样价钱嘛 我们一直开玩笑说 你在外面做小吃生意看看 有时候本店均价39块吗 你大创吗你 每一个不是招牌饭90 什么饭70 鸡腿饭什么 加蛋再10块不是吗 那为什么我们的课不能这样呢 早上比较少人嘛 那我们为了拉客人嘛 淡季嘛 我们就早上的学费减多少钱嘛 那中午人比较多嘛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都是热门时段 我们就加钱嘛 你要选择时段可以啊 我们的课比较贵啊 然后呢每一堂课啊 也应该在门口挂牌子啊 像老师今天假如准备的比较好 哎呀今天准备的好 今天收500一堂课 哎呀对不起啊今天准备比较差 300300 然后现在只剩20分钟 哈欢迎你进来我给你200 你最后20分钟进来我给你200块钱 这都是可以想的是吧 结果那记者就愣在那 蛤 我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8点钟上课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5点钟下课啊 我说为什么不能7-11呢 你懂吗24小时都有人上课 24小时都有人不睡觉嘛 为什么晚上你们同学精神通常比较好 为什么没有课十一点到晚上一点呢 你们精神好啊 很多老师精神也很好啊 那当时上课不是更好吗 那就是电的问题而已嘛 不是吗 所以我就不懂为什么上课那么没有弹性 那现在那时候没有开放式课程 现在开放式课程 所以弹性就更多了 我觉得应该以课为尊 像华航一样 以课为尊就是以消费者 以学生为主要 你要学习 应该有所有你 让你学习的方式 你要选课 不应该让你选不到课 你们现在就选不到课嘛 冲突嘛 冲堂嘛 那你如果把很多课程 而且不应该什么课只有一个选择啊 就是你要选或是不要选 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什么课 不知道幽默社会都应该要两门三门 让你选了你不同的老师 你适合不同的老师的教学方式啊 你为什么只有一种课呢 那这个老师跟你合 你就学得很好 这个老师跟你不合 你就被当 你觉得有道理吗 你觉得有道理吗 所以我对这些 这种上课时间这种都不能调整 然后暑假 大家一定要放暑假 所以暑假出国机票特别贵 对我不能上暑假班 然后我秋天出去吗 秋天天气都很好啊 那我秋季那班嘛 我暑假上课嘛 你们可能有人也跟我一样 那我们就暑假一起来上课嘛 不就这样就可以解决吗 都不愿意 都觉得制度啊 就这样不能改啊 我这什么时代 好嘞回到这里来 誓言上书言得诗 至玄遇者已签数 你看多少人对国家改进都有意见 其不足才者则报文罢 那个觉得是乱讲的 没关系的就算 就还是有人判断嘛 所以呢东方硕出来的时候上书约 他就自己就自我介绍了 陈硕少师父母 古代我以前念国文课本的时候 几乎这是标准的传记 这些人都是从小就父母双亡 结果有的老师呢 就非常的酸的说 哎呀像我这辈子没成就 真有爸妈现在还活着 这什么逻辑呢 爸妈还活着 所以就被绑住不能够 这大概是夸张的说法 相对于那个夸张 你看少师父母 所以长养兇少 就是兇少把他扶养长大 长兇如父 长少如母啦 就这样的意思 他年十三学书 有一次说 有时候学书是学写字 有时候学书是学念书 山东文史足用 山东 这跟现在台湾话 有些讲的一样 沙当 这个有人讲沙泥 三年 有人讲山东 三个冬天 三个冬天就是三年的意思 这我觉得 我第一次听到沙当的时候 我就觉得 蛤 有这种说法 那为什么有人讲山春呢 还是季节嘛 三个春跟三个冬天 不是一样嘛 三下也可以啊 三秋也可以啊 一日不见如隔 三秋嘛 对不对 这不是很好嘛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讲东 山东文史足用 十五岁学极箭 加入剑道社 十六岁学诗书 送二十二万年 记忆力非常好 人本来记忆力就有可能的 在阿拉伯国家呢 有些小朋友就能背整本古兰经 你说这稀奇嘛 你们现在花时间去记那个 有人学读经班 儿童读经班 可以把什么四十五经都背了 我也听说十几岁都什么都会背 那个只是会背啊 你只是一个机器啊 你就是Upload 然后变成一个有声书啊 这个什么好稀奇的 我觉得会背什么 这其实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会常常会把这个拿来 炫耀 十九岁学孙吴兵法 孙子兵法跟这个吴子兵法 战争之巨 争古之教 亦送二十二万元 你不觉得什么都二十二万吗 好奇怪啊 然后呢 凡陈塑故以送四十四万元 两倍啊 加倍奉还 就这个意思啊 懂吗 又常扶子鹿之言 子鹿是孔子的弟子 以浩勇著称啊 好 陈塑年二十二又二十二 你看这两个字嘛 清云数字嘛 凡陈二的倍数 长九尺三寸 那时候要NBA 我想他大概就不二人选 对不对 目若悬出 齿若鞭背 长得好啊 不用医美啊 勇若孟奔啊 劫若庆济 这都是人民啊 连若暴俗 信若尾声 这就尴尬了 尾声就是那个跟女子约会 约在桥下面那个傻瓜 然后那个女子没来 大水先来了 大水来了呢 他又觉得我跟他约在这 我不能走 就抱着桥墩 后来就被淹死了 就是尾声 我一直不知道 这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那后来就有尾声之信的这种讽刺 那不是好的信啊 所以这边自己还写说 我的信用像尾声一样好 这是 这是好事吗 这是好事吗 你就好像说 我的连结就像上一任总统一样 这是好事吗 我的无能就像现任总统一样 这是好事吗 你假如不讲说现任总统怎么样 你可能还认为 哇他好连结 哇他真的好怎么样 那就要看历史了 你现在看的不是历史 你现在看的是政治 等你到年纪看到可能是历史 就像我那时候念的历史 我以为是历史 结果是政治 到了多年后发现不是那样的 也好反正我也没真心相信 那时候是那样 陈硕妹死再败以闻 这前面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们现在不是要申请工作吗 然后有些人力银行 会有个范本吗 教你如何写自传吗 这就是那种写自传方法 但不要忘了 千万别写尾声之信 别说我没教你啊 不然人家会笑 你这什么老师教出来的 这就那姓孙的嘛 孙淑老的后代嘛 你看自己只能自己过 自己儿子都不能过 好 其实四页这里 说呢文词不逊啊 高字称谕 这个人没有儒家谦逊的美德 你知道吗 然后很喜欢碰轰 讲自己多厉害 尚伟之 可是呢 汉武帝这种人 也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另代造公车 这公车不是在他叫 上公车等着 不是 这公车是另外的意思 凤露伯未得省见 可是呢 没给他多少钱的工作 给他一个工作 但那工作没多少钱 有点像给孙悟空一个工作 哎呀你很厉害嘛 那什么官最好呢 屁马温 屁马温是干嘛 管一屁马啊 你猴子嘛管马嘛 心猿一马嘛 你不了解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那猴子要去管那个马呀 那猴子 真么厉害嘛 没有猴子小啊 马啊温讯啊 有些马温讯啊 你假如是horse whisperer 那你就更容易了 所以那故事 有人就在研究啊 整个西游记故事 是道家的故事 有人还说 那整个是炼丹的过程 哇 那想象力之丰富 总而言之 跟这个故事一样丰富 好 后来开诸如玩笑了 久之呢 这个朔呢 戴咒诸如 曰 尚以若曹无异于仙观 耕田立作 顾不及人 林众楚官不能致民 意思就是说 上面人啊 认为你们这些小家伙啊 啥事不能干 准备将你们全部给杀了 金玉禁杀若曹 把你们全部给杀了 这家伙不是好人 我原来还蛮尊敬他 快发现这家伙不是好人 拿这种 这个叫什么 拿这种弱势团体开玩笑的 我觉得都不是好人 我的标准很简单 不替大家争福利 只替自己某个福利 还拿入手带去开玩笑 都不是好人 你看 朱如大孔啊 全部人哭啊 我们要被杀了 对啊 你们长得矮 你们有什么用啊 你们 废物 朔教约上级过 叩头请罪 等一下 皇上经过这 你就一直叩头请罪 你不是拿人开心吗 开什么玩笑呢 居有请 闻上过 朱如皆豪气遁守 每个人在那磕头磕都快破了 有没有哭啊 皇上啊 你饶了我们嘛 可怜 上问何为 干嘛呀 媚喜啊 发生什么事啊 对于东方朔言 善于禁诸成等 东方朔说你要把我们都给杀了 因为我们是没有用的人 契处约 皇上就说了 何恐诸如为 你干嘛 恐吓这些人呢你 吃饱撑着你 对于 陈朔生一言死一言 我这人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我要说的我就说 诸如藏三尺鱼奉一囊树 前二百四十 说那家人个人那么小 你给他这么多钱 我呢 藏九尺鱼 那个才多少 三尺 我差三倍啊 你给我的钱呢 跟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 诸如饱欲死 那些人吃了那么多嘛 根本就吃撑着 而我呢 快饿死了 你看这人 坏啊 成言可用 信义其理 不可用 罢之 如果你要真相信我 你就对我再好一点 不然的话就算了 我就走人了 无令但所长安米 我就不吃你们长安的米了 上大笑 应死四召金马门 就好吧 那就负责金马奖颁奖嘛 反正也快到了 稍得亲近 就是想亲近皇上啊 那皇上也说 别循这些诸如开心的 好 最后是猜谜大赛胜出 然后这个是说 这个上司朱家社父 社父说是一种游戏 有时候游戏在碗里面 放几个东西 刚才你去猜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 自首功于下 射之皆不能中 大家猜 不是真的是射箭的射 都猜不中 硕之战约 成长受益 请射之 我念过益经啊 我来猜啊 结果呢 就赶快 故弄玄虚 做的那个就开始补卦 他说 我以为 龙又无脚 为之蚁又有竹 这蚁就是蛇的意思 可是有竹 然后什么 齐齐麦麦 尚原壁 是非手工及蜥蜴 他还能爬 是蛇又有脚 那就是蜥蜴 或者就是手工 手工就是壁虎啦 壁虎啦 尚曰善 就赐薄十匹 父使舍他物皆重 赐连 那时候没有这个大乐透 要大乐透 光转大乐透 他就转疯了 他就不必那边 所以他这个很聪明的人 从这里来看 但这聪明都不用在替别人着想 都用在替自己谋福利 76月啊 就一个郭舍仁 我们上 在刚刚的史记里面 也介绍一个郭舍仁嘛 郭舍仁就来跟他PK啦 只有姓昌 姓昌就是皇上宠爱的后宫的人 然后这个呢 皇上也有男士啊 不是皇上只喜欢女人啊 有些皇上 男女不拘啊 然后呢 古姬不穷 长四左右 只有这古姬这样子的字眼 好 这段是两个PK 没什么好讲的 而且这边的文字有点熬牙 我就先掠过 好吧 所以他呢 也是更加PK 接下来呢 77月这里 这是讲到这皇上有一次要祭拜 祭拜以后要把祭拜完的肉分给大臣 然后呢 人家还没那个呢 他就把肉给拿走了 好你看这九之福日三福天 那叫赵四重关肉 给他们分的祭拜的肉 大观臣日宴不来 人家还没来呢 朔呢 独拔剑割肉 他就把那肉 割了一大块 为其同关曰 福日当早归请受赐 现在还有三福贴 有没有你假如在那几天天气热的时候 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到中药房 或者哪里去买那个三福贴 那福日就这个福 就天气太热的时候 赶快要回家了 就把这肉踹着就回去了 大观咒之 朔就入 上曰 着刺肉不带照 以剑割肉而去和也 你干嘛 我都还没说 你就把肉给带回去 为什么 朔免贯谢 就把那个帽子拿到一边 这是一个谢罪的一种表达方式 上曰 先生齐 自责也 你站起来你说 朔就再拜曰 朔来朔来 受刺不带照 和无礼也 自己就骂自己了 这真是无礼啊 拔剑割肉 一和壮也 你看拔剑的样子 他大概也做出样子 你看 这个姿态多美妙啊 多豪壮啊 割之不多 又和脸也 可是你看 那么大一块肉 你只割的其中一块 你真的是很廉洁的人啊 一个又壮 一个脸 皈夷细菌 回去以后送给太太 又和人也 真是有人啊 又壮又脸又人 讲自己好 前面骂自己无礼 后面讲自己好 上校约 使先生自责 乃反自己 我是让你反省 结果你在说自己的好 后四九一旦 肉百金 皈夷细菌 又回去给他太太 所以这皇帝也是 喜欢听他讲啊 因为别人 不会像他讲成这样啊 他讲的有趣啊 那别人看着眼里怎么办 你这家伙把肉割了 就去了 然后皇上请你回来 你又掰了一套 然后皇上又藏你肉 这就靠你那张嘴吗 这还有真理吗 还有天理吗 做事的人得不到好处 那真正认真做事 然后就靠你一张嘴的人 你就可以享受那么多福利 这很多人会不服的啊 好 那比较好的事情 发生在七十八页这里 建厨上陵院 那建元三年的时候 违行使出啊 这个是皇上要违福出巡 皇上真的很无聊 待在宫里非常无聊 你有机会去逛逛紫禁城看看 光走路都走断你的腿啊 然后那个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样啊 那走着你都觉得我我现在走到哪了 太和电了 宝和电了 中和电了 还在这和啊 没有下一站啊 我走着腿都快断了 真的是 practically走着腿都快断了 那颐和园更大 大到可以练海军 你看那有多大 还有黄色小鸭 摆一只太少 我觉得摆一摆只可能都摆不满 你看他有多大 我认识一个人说走着颐和园 走了四个小时 你坠越湖你走四小时你看看 我保证你昏倒掉到湖里去 坠越湖那个黑天鹅是只有一只啊 有人知道吗 以前不是两只吗 我那天没事在那边认认看 好像只有一只 不知道另外一只跑哪去了 还是因为脖子变短了 其实是那只鸭子 好 你们都很不关心黑天鹅啊 你们不关心那坠越湖里面的动物这样 有一天下大雨我就发现 那有一只鸭子走到那个 麦当劳对面那个门那边 那个校门那边 就一只鸭子在那边走啊 我就 我还傻傻地跑去那个 那叫什么农产品什么陈列馆 我说你们这鸭子跑出来了 他说我们这没有鸭子 我说那不是农产品吗 我后来自己讲完 我自己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就在他门口啊 一只鸭子 然后他说他可能是 醉油湖那边跑过来 我说从醉油湖跑到那里 蛮远的耶 那夹子腿没断掉嘛 不知道蛮奇怪的 像好大雨那天 有讲什么吗 没有 对不起我有幻听吗 你好像有讲什么吗 他会飞喔 他会飞喔 真的喔 鸭子会飞喔 认为鸭子会飞的请举手 认为鸭子不会飞的请举手 鸭子飞不高啦 我们小时候会去逗那鸭子这样 那鸭子很凶耶 有的鸭子会捉你的脚耶 还有鹅啊 那脖子长一点你就叫鹅啊 脖子短一点你就叫鸭子 各位知道了 然后鹅肉跟鸭肉 有差别各位知道 那西门丁有一家叫鸭肉扁 各位知道吗 从我年轻的时候就叫鸭肉扁 鸭肉扁 鸭肉扁卖的是鹅肉啊 我一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 我那天大学的时候是鸭肉扁嘛 大家卖鸭肉的开什么玩笑 没鸭肉扁 鹅肉专卖店 真的 招牌是这样写的非常幽默 你去看西门丁下去西门丁啊 看一下 特别看一下鸭肉扁 他全省只有那家店 没有分店 从我年轻的时候生意就好到现在 全省鸭肉扁 鹅肉专卖店 好记住 你去看一下 还有一家在永康街那边 十大后面 他那个鸭肉店做得像法国餐厅 可是他是卖鸭肉的 在十大的图书馆那校区的那后面 的一个巷子 你有机会去看一下 我有一次经过我都不敢想 这是外国店吗 卖外国店 不是 卖鸭肉 卖鸭肉搞成这样 报纸有报道 他好像是留发的 但他就家里好像是开鸭的养殖场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要弄一个这种 我觉得那种不应该有很多很台味吗 像是鸭肉 本土鸭肉店 没有 非常法国味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法国人比较喜欢吃鸭肉 还是什么样 就回到这里来 所以他们去游 这个 因为他们去打猎了 打猎了让老百姓呢 会骑马 会经过老百姓的庄稼 会经过那田嘛 就把那家田 这个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第四行这里 民街毫呼骂会 就骂这些 你们这当官的 不是老百姓死活啊 要签个东西 你们就把我们的房子给拆了 就像现在的拆房子一样 你知道吗 各地人都都骂 台湾也是啊 你现在拆在那边骂 然后这台南什么铁路要东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铁路要东移 然后要拆人家房子也骂 反正现在这个老百姓 觉得自己的权益很重要 政府觉得很无辜 觉得我们是依法行政 所以你看上上下下 然后又台风常常来搅局这样 好像有好像没有 昨天到底有没有台风啊 有 没有 早上有 有一阵子雨很大 有一阵子没雨这样 你有时候觉得是幻听吗 是你的幻觉吗 很怪 然后出去看地诗诗的啊 唉 台风啊 真是 好 后来呢 这个他那个上以 接下来我们跳到下面几段 上以为道远劳苦 又为百姓所患 他也后来也知道 这样打猎 对人家真的 对老百姓生活是不便 乃使太宗大夫 吴秋寿王 与四兆能用算者二人 举戒阿城以南 到哪里以东 到哪里以东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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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之南山 又造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样 然后在旁就禁见 说你不要 还是这也跟那个秦始皇一样 就是要造一个打猎场 为了自己的方便 那这个 东方朔呢 就讲了一个 至少是为了别人福利讲话 在这里 七十九页 陈文谦逊静 哎哟 却 对好像念却 天表之应 这当然都是 这个某些道德是上天 跟这个天人感应的啦 这谦逊静却 都是这个天表之应 应之以福 如果你能够谦逊静却 对老百姓能够持恩 考虑到人家的好处 那老天爷就会给你福气 简单讲是这样 交易迷利相对应于谦逊静却 天表之应 硬之以异 就会给你灾疫 给你不好的事情发生 天灾 金陛下累台狼 恐其不高 易烈之处恐其不广 你要盖一个楼 你就觉得这楼不够高 你要盖 要盖一个打猎场 又觉得打猎场太小 如天不为便 则三府之地尽可以为月 三府地就是京城附近 三府之地都可以变成打猎场 何必置于这几个地方 奢侈欲至天为之便 你越奢侈的话 不节制的话 小心上天会有报应的 上灵愿 上灵虽小 臣上以为大 你还嫌上灵愿小 在我来看已经够大了 你千万别这样 你叫这样的话 上天一发怒 你就完美 然后接下来是做文章了 浮南山天下之主也 南有江淮 北有和月 乌鲁华鲁华鲁华 讲这多大 然后就重点在下面 今归之以怨 本来好好的地方 跟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的 绝坡持水利之利 你这个水利的地方 而取民高于之地 人家靠这个种田 可以种很好的田 你把他打猎 你将来会上伐国家之用 下夺农商之业 这非常清楚 弃成功就败事 耗损无骨 是其不可一眼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圣荆棘之林 而长仰迷路 广糊涂之怨 大虎狼之虚 又坏人种木 发人士炉 你要把人家的坟墓 都给拆了 签了 还得把人家房子给拆了 令幼若怀土而思 其老气气而悲 你看现在这些 拆房子人哭成那样 你就可以了解 这种安土仲谦的人 对某些人是很重要的 你的经济发展 有时候也得考虑到这个 怎么样可以双赢 而不是用这种粗暴的方式 吃而盈之 圆而幼之 其池东西 车雾南北 幼有深沟大渠 福一日之乐 不足以为五体之余 你不要为了你自己的 一种短时间的快乐 造成你自己整个政权的崩溃 所以最后这是第三个原因 所以说愿佑 物愿佑之大 不蓄农石 你只想着自己的打猎场 要怎么大 自己才舒服 你不去考虑到农民的 这种田 这个种粮食需要 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你这还想强国 让老百姓能富起来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句话在他之前比起来 这句话真的是替老百姓发声的 前面都在替自己发声 刚刚前面讲到这个东方朔 这个急言直见 那汉武帝当然还是充耳不闻 但是还是给他的增加的薪水 但是对他的建议并没有采纳 多给他的黄金多少两 那接下来呢 情况就越来越糟 他也没有讲到 那个皇帝有时候称的女儿嘛 那称的女儿就叫公主嘛 各位现在很熟悉的一个名词 叫公主病 就是从这种制度来的 那久之龙玉公主的儿子 叫昭平君 昭平君呢 上帝女宜安公主 龙玉主呢 就龙玉公主呢 病困 就以金千金跟钱千万未昭平君 欲赎死罪 意思是说龙玉公主 龙玉公主 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孝 总有一天会出事 她先拿出了钱跟金千万 然后先买保险 说将来出事了 就拿这个钱来赔 有这样的事情 这真是完全管不动自己小孩的这个妈妈 贵为公主也一样 然后上呢 竟然许知一个上行是她的哥哥 就觉得好吧 那你儿子家犯事情 那杀了人干嘛 不能杀死你儿子嘛 我就拿着钱来给人家赔偿好了 然后等龙玉公主死了以后呢 这儿子就变本加厉 然后喝醉酒一天就杀了她的主妇 主妇就是她的老师 古代张老师蛮辛苦的 你们哪天喝醉酒把我杀了 真的是不值得 我这个人不必用喝醉酒就杀我 懂吗 你只要骂我两句 我一羞愧 我一生气 血压冲高就死了 完全不用一刀一刀一足 别浪费那个子弹 罪杀主妇 当然还是有王法就把他抓起来了 玉戏内官抓到监狱里了 但是他老妈早做好那个对不对 然后这个皇上就是他的算舅舅呗 那你说能怎么样呢 然后呢廷尉丧请论 这个人杀人了 杀了他老师了 这怎么办 这最当论死啊 可是呢 你也知道他是皇上的这个外甥 左右人人为言 前右入俗陛下取之 他以前早就先交了钱嘛 就是杀了人就就就就就 就赔个钱就算了嘛 对不对 上约无地老友老友是一子 我弟我这个弟弟 这个弟弟不是真的弟弟 这妹妹也叫弟弟 懂吗 古人弟跟妹啊是通用的 所以我妹妹就这个小孩 他死之前告诉我要好好照顾这小孩 那我是皇上 我当然就让他 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 和又道德上两难 为什么呢 因为法令者先帝所造也 用地固而无先帝之法 无何面目入高妙乎 所以我要是为了我这个妹妹 我就废了 就不遵守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法律 那我将来死了 他怎么有脸去见祖先呢 古代人对这种见祖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而相信 我们现代人有几个人相信你死后会见到你祖先 有几个人 你们认为你们死后将来会见到你们祖先的请举手 你死掉可能会见到你的偶像 这你们可能会想到 会见到祖先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都不太想这种事了 我们长辈常常想这种事情 而且在古书里面常常说 我有何面目见什么江东父老 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哎哟列祖列宗认得你吗 对不对 要是你的你有他的遗传他靠DNA来认你那也是可能的了 列祖列宗 可是古人是相信的 所以你看这个汉武帝有这个两难 下父万民一边是他的外甥一边是老百姓对他的期待 这要怎么样杀了这个儿子杀了这个小孩 符合老百姓期待可对不起他妹妹 不杀这小孩符合他对他妹妹的这个诺言 但是对老百姓就会看不起他 觉得这皇上没什么担当 不会为老百姓着想不是天子啊 乃可其咒哀不能制止 就说哎就答应那咒是什么呢 就是钱入俗陛下许之就好吧 那你就不要把他杀了吧 就把他那个钱去赔给这个商家好了 好那这个左右进碑啊 朔呢钱上寿上面就祝福皇上万寿无将 约成文圣王为政赏不必愁愁 诸不择骨肉啊 以前的圣王都是这样做的 书约这是书经不偏不挡王道荡荡 你要有王道在国家实行 就是你不能偏心啊不能这样啊 然后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啊 三王五帝都是以前幻想出来就告诉你说 这些人都会这样做的 你不这样做你就配不上这些人啊 这都是一个道德压力 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 源源之名各得其所天下兴盛 陈朔奉伤媚死再败上万岁寿 意思说你要你要照秉公处理啊 不要因为这人杀了人预先付了钱 你就可以这样子处理啊 尚乃起入行中啊 皇上听了也很难过怎么办呢 当然没照他的办 细时到了晚上照让朔 就把东方说给叫来啊 转约 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这里有个典故 你可以看一下我下面有注解 金先生上寿时乎 哎今天不是我生日 你说我生日呢 这什么一回事啊 这东西想通了 说免贯遁守就把帽子脱一边啊 古人进到屋里都要脱帽 你们现在包括我现在进屋里都不脱帽 这样啊我又没秃头我不脱帽 我也不太有道理 古人进屋里一定脱帽 我们以前当兵也是 进到屋里一定要脱帽 以前还有个礼节 现在好像 带洗澡没有人不脱帽 不因为洗澡也有人带帽 浴帽 所以也很难说 好 成文月太圣则洋溢 乐太圣 这个被配合后面的 哀太圣则殷 所以古代人都要走中庸之道 不要太超过也不要不足不急 阴阳便则心激动 心激动则精神散 精神散则邪气急 消忧者莫若酒 最坏的就这样 喝啦喝啦 一醉解千愁 但是你醒来以后愁更愁啊 成说所以上寿陛下 上寿者陛下 明陛下 正而不阿 你不会偏心啊 你要做很公正 你是天子啊 你是天下人 要为天下人 因此只爱余不知忌讳当死 说自己啊 成罪该万死 古人最喜欢讲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的意思就是说 你饶路我 别让我真死了 真死而自己去上吊 不是最快嘛 好 先是呢 朔常入殿 为什么你看 这事情又转着叙述另外一个故事啊 朔常坠入殿中 小仪殿上 小仪就是小便 他在皇宫的大殿里面小便 你看这人大小便失禁是怎样啊 然后和不敬 有人就叫他 就骂他说这不敬啊 就是弹劾他 有兆勉为素人啊 待召唤者素啊 就把他给贬了 贬到另外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因此时富为中郎 赤薄白痞 皇上还爱他 但是皇上不会照他说法做的 你讲的有道理 但是我没办法做 好吧 给你升个官本 所以又把他从素人 又给把他升上来 然后故事呢 就岔到一个人叫董眼去了 这董眼真是好名字啊 这人真董眼啊 董眼就说你这人懂得 什么是很重要 董眼就是这样的人 那这个岔到这故事 就说董眼呢 是一个讲话非常口诚的 不耻伶俐的人 又懂得服侍那个人 你看在这82页这里 有一个重点呢 他为人温柔爱人 谁看他都喜欢 但他不是对谁都好 他只对窦太后好 那你看下面这段 窦太后呢 后来就是宠信了这个董眼 然后大家都知道 你什么事情要成功 你就找董眼 然后你的事情就可以做成了 83页这里 董眼呢 他红到什么地步 红到跟佛地摩一样的地步 没有人叫他的名字 大家就叫他 主人翁 这个本人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都说 哎呀我们这些小朋友 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我从来不知道这句话 原来是骂人的话 主人翁就这些 真正做主的人啊 董眼就是啊 所以大家都叫主人翁啊 你看到那个 第5行 第1 2 3 4 5 第6行 董君见尊不明 大家都尊敬他道 不敢讲他的名字 你看多多尊敬 当然有时候很害怕也不能讲名字 佛地摩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称他为主人翁啊 所以他非常非常嚣张跋扈啊 好东方说回来 他数落董眼三罪 他还敢说话啊 虽然效果不大 但是说 事实啊 说必 说必 己殿下啊 必己而签约啊 他就跟皇上报告 董眼由斩罪三安得入乎 不能让这人进去啊 这个人犯了三条罪 都应该斩首的啊 哪三条罪呢 一 言以仁臣私事公主 把人家江湖上的谣言的 都在传的事情公开讲 这个人仁臣私事公主 凭什么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 他根本就是面首这样的人啊 其罪一言啊 这是一的 第二 拜男女之话 乱婚姻之礼 你看 难听了啦 这再听下去 耳朵都长简了啊 伤亡制 这对这个我们皇家制度 是很大的伤害 其罪二言 陛下赋于春秋 方姬思于六经 言 不尊经劝学 这家伙不好好念书 啊 也不也不好好学 像皇上一样 你提倡这些东西 凡以迷离为友 奢侈为物 这家伙就是一天这样想着 物质上的好处 奢侈 敬狗马之乐 所作男女之事 都是狗啊 马做的那些事情啊 集耳目之欲 行邪网之道 敬银辟之路 啊 是乃国家之大贼 仁臣之大御 反正就是 坏到极点了 眼为银首 你看这厉害吧 也在十几年前 中国大陆刚开放的时候 有些香港人 台湾人 到大陆去嫖妓啊 结果这个大陆人觉得很受伤害 听说被抓到的人 在护照上盖上银虫两个字 你输入银虫 你去看看 Google上有什么东西 那时候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 这样子 这样不太好吧 是哪个不太好 是你嫖妓不太好 还是护照上盖银虫两个字不太好 有时候共产党做事情 还蛮大快人心的 虽然不太符合民主法治 盖个银虫两个字 他没在脸上刺银虫两个字 脸上刺银虫两个字 你看看 护照上写好人 你试试看 你可以换护照嘛 不是吗 那些人不都有两本护照嘛 那银虫你就把它改嘛 对不对 银币的银嘛 你自己想嘛 这字都可以改的嘛 哼 这个笑话有点 有点远 就是改字的问题 我那个时代当兵 军人不能离开你的营区 譬如说100公里50公里这样子 可是有些人就在 譬如说住在台北 想回高雄 但是我们那时候当兵呢 你要去车站买车票 要经过宪兵队 宪兵队都知道 从台北车站到哪里 100公里的位置在哪里 你买车票不能超过那个地方 结果呢台北 这算新北市吧 新北市的边缘边缘边缘有一站 有一个地名叫做山家 我们的高中历史老师 你看高中历史老师教我 教了半天 我只记得这个笑话 所以我教你们教那么久 我相信你们到最后 也记得某一个笑话 所以我知道这是宿命 没办法 我们老师就说 我每次买车票 就说我要从台北到山家 因为在100公里 或者50公里范围之内 然后呢买了车票以后 他就开始改 他都会写成这样 山家就可以变高雄 所以他就拿了那个 建兵队已经盖好的章 就到车票 车站去买到高雄的车票 他就可以回到高雄的家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们历史老师说的 就哇靠 可以这样子改 山家变高雄 有一次我去参加女性影展 他刚好拍电影 就拍这个山家那一战 然后我就讲说 这个女性的奋斗啊 就像从山家 好像也到了高雄 我就把这故事讲了 从山家到高雄 改一下就可以了 山家到高雄 各位下次有机会在 英哥的下一站好像是 朝台北往南 什么台北往南 万华 板桥 英哥 有树林喔 树林在哪里 三家旁边 所以是树林然后在山家 英哥 树林 山家 下去是这样 好 来 树林 山家 英哥 英哥 英哥还在山家的南边啊 好吧 那我相信你 所以山家在忽然间 在我的人生 就忽然间有很特别的意义 这样子 就这样 从山家可以变高雄 然后上次去讲 所有人都愣在那里 说不知道这个笑点在哪里 我现在也有点怀疑 这笑点到底在哪里 是我年少的时候 的一个愚蠢的故事 这大概就是笑点 好啦 总而言之回到这里来 董燕呢 他就讲董燕的三个 结果你看 最后一行 上漠然不应 你讲的都对 可是我该怎么办啊 漠然不应 你要不然就说 说的好啊 我就把他推出斩了 董燕这个人 你想这已经勾结太深了 你把他斩了 整个楼可能就垮了一半啊 那动摇国本啊 以前有个总统说 这个案子动摇国本 我们也得办下去 哇 大家都很振奋啊 觉得哇 果然新总统上台有魄力 结果案子也没办出任何名堂来 国本有没有被动摇也不知道 因爲什么是国本也没人知道 好 梁九约 这漠然半天 因为讲的都对 但是他有态度呢 就说以后再改吧 说约不可 就讲了一堆 就他没办法 还是一样 就是让董军 引董军从东司马门出去 到地上 四术黄金三水 这个皇帝呢 都是不敢得罪人的皇帝 你讲的对 我就赏你 你说那个人错 我也不敢办那个人 那反正就这样 就这样混下去 各位将来在公司 或在任何机关做事情 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长官 最差的长官 是你讲的对的 他根本就不理你 这最差的长官 没有是非观念长官 这观念 这个长官好歹有是非观念 但他不敢得罪别人 所以他也不会说你不对 他也不敢动到那个人 那这个还不算太差的长官 那真正有魄力的长官 在你说对以后 就按照你的东西去做这种长官 罕见啊 人家能当上长官 不是没道理的 懂吗 要当上长官不是没道理 当上长官 有时候要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有时候要调和鼎耐啊 我这种人就没办法当长官 因为看到不正当的事情 我们就非常生气 气到不愿意看的人一眼 我们这种人怎么当长官 当长官就得有阴阳眼 这是阴 这是阳 这是钱 这是正义 那眼睛要很不一样的 好 那其他我就不讲了 这东方硕这个人呢 大概后来我觉得他的事迹 还是比较好的 在前面其实都在讲自己 靠着这个 85页有一个评论 85页前面当然就是 汉武帝问他说 假如你 类似说你假如能够主政的话 你希望怎么样的领导团队啊 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领导团队 那事情并没有出现过这样 85页下面说说虽灰孝 他讲话虽然很灰谐 那令人发笑 有的也不太能够发笑 然 实观察颜色直言切见 上常用之 上常用之这句话 其实跟前面的叙述都不符合的 上常不用之 上常赏之 你讲的好我给你钱 但是我没办法做 所以我跟你讲各位看你读历史 不要他写什么你相信什么 你要看他描述什么 这上常用之 这是替汉朝的皇帝写历史 要骂他祖先不好吗 你敢吗 那这皇帝笨啊 所以你只能说上常用之 是皇上英明啊 英明一个头啊英明 你看前面英明才怪 自公卿在位 朔街熬弄无所为屈 这个只讲了必半的故事 你熬弄半天 很多人也是依然顾我 懂眼就没这样啊 就没被你搞下来啊 他最后是自己那个的 所以这个 梦幻团队在86月这里了 这个讲到很多历史名人 你要是念过一点中国历史 你大概就知道 你万一对中国历史都不知道 每一个人都 可以让你在Google上查到死这样 好的 那这是东方说 那其他后面 在87月这里 有拿他来跟别人比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怎样 那这堂课不讲历史人物 所以大概没有办法 像这样的课来比 那后来88月这边有讲到 他的一些重用的文章 古代因为书很少嘛 那第二个他传记 就把他重要文章给列出来 现在人要这样做那就完蛋了 然后有一篇文章 叫做非有先生89页这里 好这也是这个历史上 后来有很多类似的文章 我在小学的时候 读过胡适的一篇叫 差不多先生讽刺中国人 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 都不是不求精确 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对于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讽刺 后来也不太有人讲这个 你们小学有念过 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吗 还有啊 念过请举手 呦 好放下 那海峡两岸我快发现 有些文章我们念的是差不多的 像真的是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两岸 桃元明的桃花元祭 我们这边念他们也念 有一天我跟我大陆的这个外甥女 去逛故宫博物院 看到桃花元祭 我们两个在那边抢着背这样 他老爸也会背 我就哎呀 真的是看桃元明桃花元祭这样 有一天有一个大陆的小朋友背三字经 他背到不会背的地方 跟我背到不会背的地方 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 到那我就不会就接不下去了 不知道那段是接下来是什么 那小朋友也只会念到那 他妈妈说哎呀 这小孩太不认真只会念到那 我说你别这样讲 你这样讲骂到我 他什么意思 我说我到现在也只会背到那 我当时也背到那 现在也背到那 然后我说你想想看 你儿子将来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还会背到这也不错 不过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就将来在唬弄另外一个小孩嘛 所以你会背三字经吗 你背这有什么用 你到五十六岁还会背到这呢 背这有什么用 你就不要回答他问题你知道吗 因为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反正你有个记忆体就被站住去了 洗也洗不掉那种 你也不知道 你还没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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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回答他